大家好,欢迎你收看老河的种植笔记 这个蒲瓜,练苗一个星期的,放在外面 这个,这个棍花都快开了 然后我就这样种植,在这个地里面挖一个坑 然后下好底肥,然后把这个盘埋上去 这样很节约空间 因为预苗的时候,你只要一个盆在盆里面 然后都适当的时间把它拿出来 然后一会我又把这个给换进去 种完以后,它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的盆里面打了很多的孔 所以这样不用缓苗,直接种 下面打了很多的孔,它上面营养不够的时候 它根系就会往下炸 它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什么 我明年这个地方还能种这个蒲瓜 因为我只要把盆里面的涂换掉它 这样就减少那个存茶的病害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些 感谢你的收看,拜拜